11月24号 健康丝绸之路建设即第三届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在广西南宁举行 当日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小伟通过视频致辞实称 中国与东盟疫情防控形势总体趋稳向好 东盟正探讨制定区域全面复苏框架 中国积极推进复工复产 双方均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稳定恢复 在此背景下 中方与东盟就卫生发展战略和规划进行充分交流与对接 中国积极推动新冠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 将在新冠疫苗研制完成并投入使用后积极考虑东盟国家的需求 中国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未来五年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捐献2000万美元 以实际行动促进疫苗的可及其和可负担性 对此 马小伟就中国东盟卫生合作提出三点倡议 一是积极对接卫生发展战略促进地区卫生发展 二是加强传染病联防联控 更好维护地区卫生安全 三是生化人才培养和技术合作 推动地区卫生创新 东盟秘书处秘书长林玉辉在会上通过视频发表主持演讲时表示 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中国东盟卫生合作机制在集体应对大流行病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东盟在病毒的预防检测和应对方面共同努力 通过现有的各种平台积极分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技术 如治疗经验 防控措施等 据悉 本节论坛由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主题为团结合作 共建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共同体 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在活动中 东盟十国卫生部主要官员通过视频发表主持演讲 论坛发布了第三届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议 并签署了中国与印尼卫生合作执行计划等众多务实合作成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